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次向总冠军发起冲击的乌兰 听过吗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我就想说这是比赛吗 我就不就是来拿冠军的吗 就很正常 我以为剩下三四十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结果就只有我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就是投球演员 就是这样 我从来都艰辛这一点 我是投球演员 我是运动员 我是战士 所以说扛到了最后 我加油 大家好 我是户兰 今天题目叫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 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良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我给我爸发微信 我说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洗的落马洗澡 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回来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十一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两千多字的稿子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我爸写的 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剩下的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效大会 人家听我说 他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家里非常艰苦嘛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看翻了翻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嘛 说你这鸡蛋酱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往咱家 那个大浆缸里面打一个鸡蛋 咱们天天吃鸡蛋酱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剩下我就都用了嘛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嘛 旁边偷偷修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对吧 他觉得我偷偷比到最后 居然还要拼爹 我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我就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我爸 就是拿了那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 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脱口秀 怎么不舍得放梗呢 你这脱口秀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梗 天天能说脱口秀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我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 来了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 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 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零星前还问我 说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 这条口令上什么 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 喝不够 感情铁喝吐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回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位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 越喝越happy吗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 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英国人 都嘀咕 你知道我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 就说几个菜 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 就是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应 一会儿他说 我的神啊 我爸说 哎呀啥什么神的 叫哥就行 说实话 我爸那两天 看似云难风情 其实挺紧张啊 他偷偷买了一本 国际法 看看会 会不会产生一些 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余嘛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 永远地扎根在 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误为过嘛 结果英国人 特别通行大理 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哎真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 喝了一顿道歉酒 真的 这次吸取的教训 特意换了 懂生活更快乐的 老村长酒 喝到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啥叫 懂生活更快乐啊 我说 就是Don't worry Be happy啊 我今天这段 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哎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声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声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 能跟忽兰一起被淘汰 好感动哦 因为忽兰 忽兰就是我预测的 这一季的冠军 我也是这么预测的 恭喜忽兰成为 2019年度 脱口学员排行榜 第四名 大家好 我是忽兰 这比赛太折磨了 刚才我讲完 我就觉得 嗯 我可以准备 第二轮的稿子了 然后在那听了一会儿 又觉得 嗯 我还是得准备 离别感言 我就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伴随着其他人的段子 想与不想 我的心里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我的心里就是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其实我一点都不遗憾 挺好的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篇稿子了 我已经不想再讲道理了 很多人说 听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为啥呢 因为讲道理的人 也没过好这一生啊 你听我去给你讲买原油 听杨丽教你骂男人 听何王志教你挤地铁 你咋过好这一生啊 就是没有道理了 真没有道理 我就给你们回顾一下 我这滴开滴走的一记得了 开赛前采访 问我说这季的目标是啥 我说是冠军 后来好长时间 我就觉得那是我离冠军 最近的一次了 我第一期表现一般 但你们要理解 突然被一句 是男人就站起来cue到 站起来之后的那份自豪 骄傲和紧张 我第一期没讲好 就想说第二篇稿子好好弄 第二期稿子我改了33版 结果还不如第一期呢 别说不如第一期了 后来我看了 你还不如第一版呢 这其实跟整容是一个道理的 你们看到了 整了33次容的我 你肯定会觉得 虽然第一版也不咋样 但不管咋说 至少像个人 那期讲互联网 我对互联网的感情 真的又爱又恨 情感非常纠结 但是因为我讲得不好 大家只看到了我的纠结 没有看到互联网的纠结 我恨互联网的地方 就是前段时间 我六岁的侄子见到我 就说 叔 来根滑子 我说你想干啥 他说没事我溜的 我觉得再之后 侄子去考试 考什么刘备括号 老师一定骂的 这是刘备三顾茅庐 不是刘备蹦迪 我虽然很爱看 但我也 我真的生气 而且他们推荐的算法 真的很准 就前段时间给我推那种 小姐姐跳舞的那种视频 其实我是不爱看的 但是由于其他视频 推荐的太准 我在想 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自己爱看 我每次看到都快速地滑掉 结果越推越多 越推越多 我跟朋友说 我说我都滑掉了 这怎么爱推呢 我朋友说 看几秒再滑掉 代表你不爱看 看见直接滑掉 代表你爱看 但不好意思看 后来我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我骨子里 对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后面一期 就是经典的 那个何广志反杀局 那次我跟周秦默 互相吹捧 我周老板 我觉得你能晋级 周秦默说 忽兰我觉得你能晋级 之后何广志弱弱地说 我能晋级一下吗 我讲了一个 卖油翁的段子 大家都很开心 之后大老师表示 没有听懂 我太喜欢大老师 太坦荡了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大老师这文化素颜 这课本怎么能忘了呢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大老师14岁 就出来组乐队了 他不是忘了 他可能就是没学到 而且那次之后 我再讲一下什么 带有历史典故的小端子 现场效果很好 因为自从播出以后 在讲那些段子 很多人就知道了 听不听得懂都要笑 要不然显得没文化 后面几期说的还行 表现还行 一路走到这里 我是不愿意把好的记忆 拿出来说 因为想得像吹牛 我当时把自己失败的 痛苦的记忆拿出来说 因为你想想看 这就是更高级的吹牛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太棒了 我记得是拼尽全力了 好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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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忽兰 走到了最后 你上一季是前进了一点 前进了一点 走到了第二轮 这一季的忽兰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无论是舞台风格 还是做人的个性 是 你准备的淘汰感言 用上了 对 我真的一点不遗憾 忽兰跟我们聊两句 我刚才还装模作样的假装 还看看第三是谁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我第二篇的稿子弱了点 但朋友们相信你 以你们对我的了解 我真的已经拼尽全力了 就我昨晚第一篇稿子 我改了大概60% 我真的是用尽全身解数 希望我这一季的作品和这一季的人格 没有让大家失望 谢谢大家 那让我们一起恭喜 呼盖获得2020年度脱口秀演员 台航版第三名 恭喜 大家好 我是呼拉 想说啥呢 都有又火了 朋友们 我也火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 都有人开始造谣我了 有人看见的 我跟你说出来的一个事情 就是最近有媒体造谣我 说忽兰参加活动 出场费一小时 在300万到500万之间 你知道吗 这些脱口秀演员 现在见到我都说 哎呀 天家一人来了 我觉得造这个谣的人 不是对脱口秀没概念 是对钱没概念 说实话 一小时三五百万的活动 我也的确参加过 上坟 那真是个烧钱的活动 在我的努力下 我太爷爷的出场费 一小时的确好几百万 而且刚开始 谣言传出来的时候 我都没大回事 评论也都是说 哎呀 呼拉 300万到500万 是多打个零吧 要不不不 是多打了个万 多打个万啊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对我进行了二次伤害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 又笑贫又笑长的 后来传着传着不对劲了 有人真信 评论就说 这个人是谁不认识 他应该抓起来查查 我说原来谣言转发 超过五百十抓我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铁丝往后面 一只小浣熊 放我出去 我朋友说抓你 都是庆幸的 因为网友判案 一般是枪毙 而且得是立刻枪毙 再晚一点枪毙 事情就反转了 评论里面 还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一看 就不像什么好人 听着很生气 但是你把那个文章 网上翻 那文章配图是李淡 是真的 是真事 你就觉得 说的也没错 但最来气的就是 这些营销号 造我的谣 还嫌弃我没名 配别人的图片 整个我们拖鱼界 哭哭哭哭 好几个人 才凑够了一条谣言 李淡生 我来组成头部 遇到这种事 你见过 人家正经 一人的处理方式 都是什么 已经在写律师函了 等着被起诉吧 朋友问我说 咋处理 我说已经在写段子了 等着听吧 可好笑了 其他这些选手 都懵了你知道吗 因为比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东西了 他们说 你们怎么还能 天降素材呢 他们说 这事是不是 你自导自演的呀 我说行 这两句也写进段子了 后来 这件事情实在传得 太广太广了 公司的出力是 还闭眼 你们能想象吗 脱口秀也有这么一天 要出律师函 屁谣自己 没赚这么多 而且就在 出律师函的那一刻 我就认识到了 我自己人心中的阴暗 就是有那么一刹那 我不是特别想 屁这个谣了 有点舍不得 这份虚荣 就像我妈 她还把造谣的文章 发到家庭群里面 她的本意是 怕亲戚看见 产生不弃时机的误会 但她发完 还正打字要解绎呢 群里的亲戚 已经开始鼓掌祝贺了 她也不想解释 她在群里发 谢谢大家 对我儿子的支持 之前还有人说什么 能抵御金钱的诱惑 太难了 跟你朋友对吧 别说金钱的诱惑 我连谣言的诱惑 都有点抵御不了了 我们劈完腰之后 实话实说 还有真的 有那些媒体 他不能假装看不见 他又想吸引眼球 然后就写那个文章标题叫 实话实说 就是忽兰天价出场费 逗号 效果发声明否认 逗号 但似乎不像空穴来风 我说大哥你说了个啥 老阴阳人了吧 而且你是杨波 一句话三个反转 杨波讲段子 真是一波三折 而且实话实说 这种标题最扯淡 这种逻辑是最扯淡 对吧 张嘴就能来嘛 什么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苍蝇不定无缝的淡 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种逻辑 铃压历史的 我也只能想到一句话 对吧 就是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对吧 而且最后 其实说实话 我也呼吁不了 什么媒体 少发不实的信息 从歌上说 大家喜欢看谣言 其实我想看 我也爱看 毕竟人家说 不传谣不信谣 但没说不看谣嘛 说明可以看 对吧 但就是看的时候 稍微想想 到底合不合理 对吧 但凡有点蹊跷 麻烦你慢点转发 这样子我们辟起来 也不用那么累 对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年度第五名的获得者 我本来以为 他们跟我说的是 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 放这个离场音乐 然后我的那个离场音乐 选的是叫 潇洒走一回 假如说我有那么一天 会在那个现场 会放潇洒走一回 我觉得真的是 就像这个退后大会一样 就是开开心心 玩玩玩玩 就今天是 没有任何的遗憾 然后 同时我还感谢 很多朋友 就真的是包括 编剧 我们退后演员 包括导演们 就是我们每一个端子 说的每一句话 只要能让 屏幕前的大家看到 听到 其实这是所有人的努力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 本来 本来 我不知道何不回事 本来第二篇 其实是写了一篇 全篇关于王建国的 说 我挑一段 我挑一段 我最真情实感的说 因为我觉得 总决赛不可以 没有王建国 我本来想踢我兄弟 对 就是 是这样子 就是 我有点动情 但是实话说 这样子 就是很多时候 看到大家的评价 评价这些老将 比如说建国 说哎呀 怎么比不过这个新人 比不过那个新人 我心里其实很难受的 因为实话是说 我不能代表他们 但是只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 我赶上这个行业的 好时候了 因为我就认为说 我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巨人的肩膀 站了太多的人 就把巨人给踩趴了 大家趟着巨人的尸体 就过去了 然后说 偷偷秀这个行业 可真的没门槽啊 谁都能做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就是国仔 辛辛苦苦写稿 写了十年 其实我们就赶上 这两年的好时候 赚了两年前 国仔经常喝酒的时候 跟我说 他说 富兰咱们要好好活着 咱们赚的钱还没花呢 我说大哥 咱赚的钱还没发呢 你这个最后 怎么感觉是我 把他踩死的 好嘞 常嘞 谢谢大家 Gobierno 拜拜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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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只要听什么 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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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鸟鸟的你们还这么想 别喊对吧 搞得有黑幕 鸟鸟冠军 一样比到这儿 今天特别放松 特别开心对吧 就感觉要下班了 但比到这儿 真的这一轮已经没素材了 我为了找素材 我都去赶集了 我本来是要去蹦集的 但我怕万一没蹦好 这别人不就有素材了吗 我这走得不光很安详 甚至走得也扣提 忽兰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周围朋友帮忙 社会大哥说 帮你找找素材吧 说我给你安排 去牢山找道士论道 我说我啥也不懂 论啥道啊 你非要论我这是胡说八道 他没事 论了就知道了 结果下雨 捞山封山 我说不去了 他没事 我让道士下山 我大哥 我虽然不懂道 但我也懂礼貌啊 最后还是徐志胜说 他说哥 要不然我带你体验体验 赶大吉 我说你这么高尚 这素材你不写吗 他说哎呀 你写还能新鲜一点 我一到吉啊 就跟吉融为一体了 我们去逛了一个网红大吉 网上有各种博主 发那个大吉的照片 他们真的很会拍 拍玻璃大吉 用的是麦哈密滤镜 馄饨拍出来都只剩馅了 因为皮都被摸没了 而且那吉上的物价 都被网红给炒高了 我还忧心忡忡 我说物价这么高 乡亲们可怎么办啊 他们说乡亲们可开心了 全出来摆摊了 我俩 拿俩大碗排队 等羊汤的时候 被人认出来了 一个大哥说 哎呀明星 乡亲们都说 哪呢哪呢 大哥说这俩 乡亲们说 这俩不是卖羊汤的吗 乡亲们 但同时又大方 他也不认识你 但特别大方 过来说 能和你喝个饮吗 他说你是明星 但乡亲们 比网上那些网友 真的善良多了 网上有人 拍到我俩喝羊汤 把视频发上去 下面那个评论说 就这俩咱我们村 都不一定能娶上媳妇 我说大哥 你不觉得这俩 只有一个 在你们村 娶不上媳妇吗 另外那个 在哪个村 也娶不上媳妇 其实上还有很多 小的时候那些零食 我太开心了 就那种什么 拿炉绷的那个 包米花 小时候我妈不让吃 说含钱 我只能捡地上 人家绷漏的吃 这不光含钱 还含土呢 那大爷一炉绷完 别的小朋友 都在那拿钱 在那买 就我在地上吃自助 老天爷赏饭吃 还有那个 画糖人的 你们知道画糖人 那个 我也没吃过 我妈骗我 这种人不能吃 只能看 所以说其他小朋友吃 我也不羡慕 我说不能吃 只能看 小朋友说行 那你可以看我吃 我还不满足 我还怂恿小朋友 我说你吃个老虎呗 我想看老虎 吃个龙 我想看看龙 看到我是心满意足 小孩快吃出糖尿病了 我说你看我妈说 只能看 不能吃 我爸其实是在农村长大的 他就小的时候感激 他跟我讲 小的时候可以 让他感激了 他集上很多小朋友 我现在去集上 他没有小朋友 平均年龄五十岁 我说原来还是那群小朋友 我看那个集 一片祥和 我就觉得 我们节目都不应该叫 脱口秀大会 就应该叫脱口秀大集 你听着多和气 每年农历七月 来赶脱口秀大集 我们脱口秀大集上 有毛豆 蛋卷 南瓜 那边还有肉食 鸟鸟 茫茫人海中 还有两个 好像真的是来感激的 伟大爷跟黄大马 讲之前得自己先吆喝 对吧 快来看 新鲜的脱口秀 刚写的脱口秀 瞧一瞧 看一看 走过路过 也可以错过 其实我们的口号 对吧 就是每个人都能摆五分钟摊 你听一听 你还以为是城管的口号呢 我们这些人当初就是去感激的 感着感着说 这摊也不行啊 就开始自己摆了 道理都一样的吧 即使那段子不好笑 那观众怎么办呢 观众们可高兴了 都自己出来讲段子了 最后想说 摊主人走人流 但希望脱口秀大集越摆越好 毕竟我们也不希望 大集是在我们手里 可以赶杯的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四位 在第一轮的得票情况吧 都比到这儿了 基本达到创作极限了 就是不是说炫技 或者说使花活体现成的 你主要是还是 能把想的给写出来 这就是最关键最关键 大家好 我是布兰 一开始他们说 总结赛第二轮有题目 我说到这时候了 还命题作文啊 结果他们说 题目是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这题目真好 最后五分钟我想 这咋写跑题 咋写都不会跑题 我觉得高考语文 作文题目 这样多好对吧 这八百字我想写为题 写八百字 真的我写不出稿 我刚才说论道 蹦极 我还去海边去找灵感 本来还想 我说一坐一天 会不会有人认识我 看我啥的 结果就海边那个 救生员总看我 都觉得这人这么痛苦 我是不是想跳海啊 但这文化水平也不行啊 这一封一书都来了三天了 还没写完呢 其实写稿不应该去海边 因为大海不光不能提供灵感 还容易让人豁达 我在海边想一天 搞没想出来 人想开了 我觉得做大盲有什么意思 我想做大海 大海多好天天 涨潮退潮 涨潮潮上来说 看看这人写成什么样吧 结果一看什么玩意儿 退潮了 真的 大海说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在这个地儿 上一个这么想当大王的 那还是齐桓公 我说那大海你知道吗 齐桓公跟退休大王 有什么共同点啊 他们都得靠管仲 最后一篇了 就想让观众们快乐快乐 真的写不出来 我跟导演说我真写不出来 导演说没事想开点 我说行了就不写了 他们说哎呀你想到太开了 一天天他要我想开 都又不能想到太开 我这一天天活得寒暴待放的 男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一样对吧 我现在也不做规划 规划没有用 你想想看 19年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说 三年后你会因为疫情 在青岛路托五 然后在总决赛争大王 这一句话我是一个词都听不懂 什么是疫情 怎么会带青岛 脱油大会能搬到第五届 我还没拿大王呢 我之前做互联网教育的 互联网教育你听听这俩倒霉行业 去年采访之前都是问我说 昏老师你是怎么辞掉这么好的工作 来说脱口秀的 到了今年采访到说 哎你是怎么预判到这个教育行业 按照这个趋势再过两年 哎你是怎么预判到这个脱口秀行业 他们还经常讽刺我们 说什么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谁在裸泳 有没有想过本来人家没在裸泳 那泳裤不是被潮水带走了吗 但就今年脱秀这个行情 我感觉我的泳裤已经开始松动了 我真的我现在就是能快乐就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还能不能乐得出来 我现在看总理好笑乐 嘎了我也乐 我就觉得我看的已经够难受 他演的一定比我还难受吧 我们之前拍广告也是 我们出去拍广告 程璐我俩他演唐僧 我演猴 演了八个小时 我说程哥 要不然咱们还是好好说脱口秀吧 程哥说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因为好好演了脱口秀 才有机会演猴的 说完我心里更美 美猴玩了多好 开心开心开心 最后啊最后我想说 最后我想说 我没啥想说的 都说完了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请走出最终票数 就是一切都要结束了 不管谁是冠军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案子 恭喜忽兰成为2022年度脱口秀大会冠军 谢谢大家 原来拿大王是这个滋味 可以可以 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朋友们 真的就是无以为报 然后就是好好创作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这个是不会变的 这个事情是不随着 我又没有拿大王和谁又没有拿大王而改变的 坚持创作 会有好结果 有一句话叫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可能除非你像忽兰这么努力吧 这非常励志 替忽兰开心 你就看每一年他都没有拿冠军 但从来没有因此难过 你就能看出来 他要的不是说他要最终胜利 他要自己是一个强者 他要他赢得漂亮 他最重要的是那个漂亮 所以我觉得他每年都很漂亮 然后今年也赢了 也赢得漂亮 我认为他是能代表脱口秀的 他是能代表脱口秀有慕言气 代表脱口秀讽刺 代表脱口秀深刻 代表脱口秀好笑 代表脱口秀轻盈 他身上有很多很多脱口秀 应该具备的东西 我感觉 那就是大王身上能凝结出来的东西 我在忽兰哥身上全看到 人家都是给孩子配学区房 我们是给学区房配孩子 公共嘛 我躺有躺的价值 卷有卷的价值 其实我挺希望我是那个 推石头的那个西西福斯的技师 我从最内心深处 其实我是怕把那个石头推上去的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有动力 反复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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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从头再来吧 然后再继续 能突破一点 突破一点 今晚就从山上跳下去 然后就开始再推起来了 就这样 我还没过这一个人 我只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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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帮你的